昨天油價有一個上升 這個Vincent來的 他就問883中海油 他說短線走勢你怎麼看呢? 他11.4有貨的 那你建議他現在怎麼做呢? 油價我之前都說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有點關心 就預料都未必說會升得太多 那結果你說在這一個禮拜 簡直是由高位一跌跌下來 就連100元那個大關都跌穿了 那當然你說油價未來 也有很多變數 譬如你說俄羅斯那邊 究竟局勢會不會再惡化呢? 或者現在都說在歐盟那邊 都似乎有些決心呢? 接下來這幾年就逐步會減少 對俄羅斯那個原油的依賴 甚至乎可能會禁止它的進口 那對於油價來說 是會有一個刺激作用 那同時的也要留意一些負面因素 譬如就是說OPEC那邊 會不會真的開始要加大增產補伐 那另外因為 看到現在就是全球經濟 特別可能內地方面 因為那些封城的政策 令到經濟放緩 令到對於原油的需求是減弱呢? 那這方面對於油價來講 就是比較不利的 那所以大家之前你說炒油價升 就只是看著供應面 似乎有個好轉的因素 但是比較忽略需求面那邊呢? 有機會是放緩這個的拖累 那所以就好像覺得油價呢? 就此升不跌 那如果你說短線看到油價 開始是見頂下來呢? 那我有一些擔心 就說整個之前那個的升勢呢? 是打斷了 那對於中海油來講的股價都是的 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它都是做上油開彩為主呢? 你油價跌呢? 它一定是會跟著的 那所以你見到過去那幾天 從11個多跌到去10元以下呢? 初步是反映了 就說油價這一段的調整 但是如果你說 接下來油價都再升不回之前的高位了 那其實中海油你拿下去那個 就是上升的空間呢? 都未必說太多了 那如果你說真的 之前高位摸了頂的 那現在你就可能都等一等 如果那個股價 接下來有機會再彈高一點點 譬如去回可能10個4至10個半呢? 那我建議到時候就考慮去減一減榜